Hello 大家好 這一輯我們會介紹在 Riddis 比較好一區的位置給大家看看 其實在好區都可以用一個便宜的價錢買得到兩房的 Apartment 價錢都是9.5萬磅都已經有了 還有我們會分享我們開車去 Riddis 的途中 就要付一個過橋費 所以我們也拍了一個影片分享怎樣可以在網上交過橋費 而不用罰款呢 首先我們可以在Google Mac 搜尋Riddis 在哪個位置 其實是在曼茨斯特和利物浦中間 途中會見到Wallenton 其實Riddis 在Wallenton 左手邊的位置 如果由Wallenton 開車去Riddis 其實也是十多分鐘的車程都可以去到 所以都非常方便 而Wallenton 那邊會有現在的傢俱 很多人都會開車去買 亦都會比較方便 可以留意地圖 可以留意地圖 由下面上去Riddis 其實中間是有條河的 那這條河那邊就會有條橋 如果是經過這條橋是需要給過橋費的 我們可以留意地圖 我們在地圖上 其實都可以見到 這一區裡面的購物商場都會比較集中 如果是想買一些入常用品 這邊都會有B&M 有麥當勞 Tesco Morrison Vico 有馬沙 有圖書館 有Astar 還有有油菊 都會比較集中 在買去一個地方都會比較方便 有一次我們從南面上去Riddis 途中就經過了這條橋 其實差不多一上這條橋的時候 我就見到有一個路牌 就說要收費 我們覺得 咦? 原來來到這裏又會有條橋? 還有又會收費嗎? 我們覺得 糟了 會不會我們沒有買這個過橋費 會不會罰款 因為曾經聽香港的朋友 他有說過原來要預先買這個過橋費 但我們就不清楚 原來我們由南面上Riddis 是需要經過這條橋 途中 右上角都會顯示 需要給一個費用 我們覺得 糟了 怎麼辦呢? 我們就立即上網去搜尋 如果真的要付罰款都沒辦法 因為已經在途中了 之後 不停地看一看路牌 原來他的收費 就是說 當晚12點之前 你要交這個過橋費 我們也不知道是多少錢 不過當一個新的體驗 原來過橋 我們是第一次在英國 需要付這個過橋費 好了 現在拍攝這條橋 這樣過 我們 就來到Viddisk 然後 我們出了這個公路 看到現在途中的路牌 原來是兩磅而已 所以不用擔心會太貴 之後 我們就在Google Mac 搜尋這條橋 這條橋 裡面也有條連結 我們就進去裡面 我們就進去裡面 在這條連結裡面 我們進去 他也會介紹一條橋的資料 和相關的圖片 在左下角 他也會說你要交費用 我們就按Pay Now 之後按指示 其實會看到哪個位置 要付錢 我們在網站 都會看到 究竟是 什麼車要付多少錢 這個過橋費 還有 我們去到Viddisk 跟其中一個 樓盤的業主 談了 他也說 如果是這裡的居民 可以申請10磅 一年的過橋費 如果是預先登記 是會有一個折扣 可能有5% 或者10%折扣 因為我們 事後才會付錢 所以都會付完原價 私家車 是兩磅一次的 如果是駕駛電單車 就不用錢 或者會有些月費計劃 好 現在說回我們怎樣交過橋費 按綠色的位置 Pay For Your Crossing Here 一定要記住 在當晚11點59分之前 進入網站而付款 否則有罰款會更貴 進入網站後 其實就是打開車的資料 可以輸入車牌 我們暫時 入一個例子 按進去 它都會顯示 這輛什麼車 如果是適合的 按Next 之後就按 你有幾次走過這條橋 一次 兩次 還是幾次 輸入電郵 按鈕 按鈕 其實就可以在網上付款 那次我們也有當晚即時付款 這個C字 也是一個過橋的位置 需要留意 好了 現在就要說 不用港幣 一百萬 就可以買到兩房的Apartment 還要是一個比較好的區 是綠色區 我們就在VDISK附近 我們繞過一圈 其實我們當日約了業主 去看看這個Apartment 因為我們在網上搜尋了很多資料 覺得 這一區 不錯 而且 犯罪率 都是偏低的 稍後 都會有些數據 可以讓大家參考 大家可以看看 現在圖中 MIDISK的環境 嗯 我們在這裡 差不多 去到我們想看的樓盤 旁邊的環境 就是這樣的 在Apartment 旁邊的街 就是一些獨立屋 我們可以看看 這邊的獨立屋 環境 在六區的獨立屋 就是這樣的 都很整齊 很乾淨 很舒服 然後我們轉向左邊 進入我們會看的Apartment 進來就是一個停車場 每一間的Apartment 都會包一個停車位 就會在這邊外面 每一個車都獨立了一個位置 固定了泊車 由於私隱問題 以及未得到業主的同意 我們就不會是泊屋裡的情況 途中都會看到Apartment的外觀 這個屋苑裡 大概分了六座 每一座 大概有十二個單位 每一層 有四個單位 如果預算 不會太多 亦想找好區 其實可以考慮這裡 或者作為一個投資 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們就看了地下那層的Apartment 這個Layout Pen 大概有五百八十四 Square feet 其實這個Layout 四四方方都很擺位 但是不太喜歡的位置 就是要進入一條長走廊 才能進入房間和客廳 好片的Apartment 都是List Hall 另外我們買樓 都需要看看這個EPC 這一間屬於Grade C 在這個屋苑附近 都會有一些Outstanding學校 或者Grade的學校 綠色就代表富裕區 所以治安方面都會相對地好一點 我們都會搜尋這區的犯罪率 也是可以看每一個月的平均數字 可以看圖表的右邊 每一個月的平均犯罪率 都是雙位數字 其實都看得到這一區的治安相對地好一點 然後還可以看一看水質 這區屬於縣水區 看看這區屬於縣水區 這裡不屬於水浸區 所以都可以放心 如果大家想投資或自住 亦想找一個好區 不妨留意這一區 如果大家有問題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再回覆你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按讚和訂閱我們 拜拜